好 另外来看看这个消费者也会很疯狂吧 因为价格实在太吸睛了 中国大陆的低价手机厂推出了 这是6000块有找的高规格手机 而且它瞄准的PK对象竟然是苹果iPhone6 还说荧幕的解析度是跟这个iPhone不相上下的 大陆来自产品 民众的反应 两期话 黑白搭配 极简风格 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低价手机品牌 酷派大神 新产品发表 5.5寸荧幕 内建8核心 1300万相机画素 美幅功能 还有自拍 微笑 快门 一支6000块钱有找 性能差不多的话 当然会以价格优先来说取向 内地的市场做的手机 所以以前有用过一些就是其他 也是内地出台的手机 就是效果跟性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特权智慧手机低价市场 紧追小米在后更喊出登台要卖 10万支 我相信可以非常大卖 5万支 10万支 绝对没有问题 低价手机卡位战正要开打 跟价格差不多 6000块钱以下的 Samsung Galaxy Core Prime比一比 Samsung四核心 性能立刻大输一截 话速更是不用说 除了支援全频段 4G LTE 其他全都比不上 酷派大神 利用料 其实它是比苹果好的 对 所以变成是你在看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它的那个荧幕的那种锐利度 其实是赢过苹果 实际跟苹果来PK荧幕解析 看起来不想上下 大陆手机全面抢攻 各家大厂可得风景神经 记者陈佑斌 戴湘怡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